哈喽大家好 我是安迪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送不停 各位小伙伴都知道 Windows 11的话 已经更新了一年多快两年了 那到目前为止的话 很多小伙伴还没有用到它最新版本 Windows 11 22H2的一个版本 包括我在内 目前都是用的21H2的版本 那么迟迟没有等到 微软官方给我们推送 这个22H2新版本的一个更新 那没有关系 我用Windows 11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感觉它只有优点没有缺点 那官方不推送的话没有关系 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办法 就是手动的 把Windows 11 21H2的版本 给它升级到最新版22H2的一个版本 OK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OK我们来到一个桌面 我们右键点开始 然后点设置 我们点这个Windows的更新 我们看看这个 检查一下更新 看看它能不能更新到 这个最新版本 来大家看到这一个检测出来需要更新的东西里面 就没有一个是这个说22H2的一个更新 OK我们把它关掉 关掉 OK我们来看一下系统是什么版本 打开 打开以后呢 现在是Windows 11专业版 那21H2的一个版本 21H2的一个版本 我是去年11月份更新的 OK OK我们首先打开浏览器来到这个Windows官方网站啊 大家看到这里是官方网站 OK到官方网站以后呢 我们的目的是要下载一个最新版本的 Dunload Windows 11最新版本的这样一个22H2的一个版本 OK 现在这个官方网站呢 已经开始在几个月前啊 已经开始推送这样一个22H2版本的一个下载更新啊 OK 我们这个界面朝下拉 朝下拉 这个地方是一个 ISO文件的一个下载啊 Dunload Windows 11 这个ISO文件 OK 我们点这个地方啊 它是选择下载 我们点一下 我们就点这个Win11的一个ISO镜像文件啊 我们点这个Dunload OK 点了以后呢 界面跳转的这边 它需要选择一个语言 那我们来选择一下啊 我们选择这个简体中文 OK 这个英文的简体中文是这个啊 下面是繁体中文 我们选简体中文 OK 我们点这个确认 OK 这边又跳转的这个地方呢 确认的话 这边出现一个64位的一个Dunload的按钮 OK 我们点击下载 那这边我已经下载了啊 我这是只是给大家演示怎么下载 OK 这个地方我就把它插掉啊 关掉不要了 好的下载了以后呢 打开啊 打开文件夹 OK 这个就是下载的一个文件啊 这个文件 其实我是在去年的12月份都已经下载了 就是这样一个22H2的一个文件 OK 还64位的 那么它的大小是差不多5.45G啊 文件非常的大 那我们右键点击这个文件 然后选择第一项这个装载 OK 它自动到了这样一个文件夹里面 我们选最下面这一个setup 双击打开它 OK 现在显示正在准备 那到这个界面的话呢 它需要接受这样一个安装 然后我们点下一页 正在获取更新啊 正在检查更新 检查你的电脑 检查的意思呢 就是你的电脑 适不适合这个系统 OK 这一边的话 适用的声明和许可条款 我们点接受 正在获取更新 这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稍等片刻啊 地方呢 是安装Win11专业版 保留个人文件和应用啊 这一条非常重要啊 一定要打勾 一定要打勾 因为你是升级 不是重装系统 升级的话呢 你这边桌面上 包括你电脑系统上 装了多少这个软件呢 包括你c盘 假设你放有文件的话 它都会保留 假设你这个地方不勾选的话啊 假设这个地方不勾选的话 那相当于就是重装了 重装以后 你你的系统是一个全新的 你之前所有安装的这个软件呢 APP什么的全部都没有了啊 OK 这个地方可以更改 那有三个选项 保留个人文件和应用 然后这边是紧保留个人文件 这个地方是什么都不保留 什么都不保留的话呢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被删除掉啊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我特别强调特别强调 一定要选保留个人文件和应用啊 不然的话 你这个地方要选错地方的话 到时候等于是系统重装了 你又要搞半天去配置系统 对不对 好了 我们选择好以后 我们点下一页 OK 现在正在检查更新 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耐心等待一下 OK 准备就绪 可以安装啊 刚才是检查的一个过程啊 那现在我们点这个安装 OK 现在正在安装啊 你的电脑将重启几次 这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OK 经过了十几分钟的等待 终于安装了文件上去 现在是你的电脑等一下会重启 OK 经过了漫长的等待 现在终于进入了这样一个主界面了 OK 我们来看一下 点右键 点设置 OK 我们拉到最下面 看一下系统信息 OK 大家看到啊 现在已经更新到 22H2的一个版本了 时间就是今天的1月14号 OK 操作系统版本号是这一个啊 跟之前是也是不一样的了啊 也是不一样的了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有很多的这个更新需要下载啊 我们暂时不用下载它啊 不用下载它 OK 我们来看看它这一个版本 是不是保持这个激活状态啊 因为我之前21H2的时候呢 我是激活的了啊 我们点一下这个地方 产品激活 那激活状态这个地方显示已激活了啊 显示已激活了 OK 那就不用再额外的激活了 对吧 假设小伙伴们安装以后 打比方从Win10升级到Win11来讲的话 安装完了以后 没有激活的话呢 那就需要做一个激活啊 大家可以看我以前的一个视频 专门讲这个Windows激活的啊 Win10、Win11都管用的 OK 这个系统更新成功啊 我们桌面上的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变化 都没有变化 只是把系统升级了一下啊 系统升级了一下 那我们打开浏览器啊什么的 肯定都是没问题的 对不对 那都是一切正常啊 一切正常 OK 这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